好,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先行词 对不对 这个日本的家庭主妇叫The Japanese Housewife 这个家庭主妇呢它是先行词哦 这先行词怎么样 全日本 他的家庭主妇有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人 所以这个家庭主妇是谁不清楚 跟你刚刚看到的家庭 跟你刚刚看到这个 这个叫实务银行 实务银行很清楚 我们一看到实务银行这两个字就知道它就是一个收集食物的一个银行 而且他会做 他会做收集跟发放的动作 他很清楚 对 你看他是清楚的哦 一个是清楚的名词 一个是不清楚的名词 清楚的名词呢 他的关带就用逗号补充说明就好 可是如果不清楚呢 各位 不清楚 不清楚就要非常非常的需要 后面这个关系子具来强制的修饰它 所以这个就叫做限定用法 一定要用它来限制 来用它来限定它 定住它 限制它 这叫做关系子具的限定用法 关系子具的限定用法 这里不会有逗号 然后呢如果是非限定 这是不需要的 不用限制 不用限制的 就会有逗号哦 不用限制的会有逗号 然后呢要限制的 不会有逗号 所以要留意下 非限定的会有逗号是补充说明 整句拿掉都没关系 可是这个是一定百分之百要有 这一个句子 这个关系子具是不能省略的 它一定要有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他说呢 最有趣的解决方法之一 来自一个日本的 妈妈 这个妈妈 她是谁 用后面来强制限定它 强制的修饰它 这个妈妈呢 Who used 她使用了一个imperfect 她使用了一个不完美的 蔬菜 to make 来制作 crayon 她来制作蜡笔 所以各位会看到 这个呢限定用法都会被当形容词来翻 好最有趣的解决方法来自于一个使用不完美的 蔬菜来制作 蜡笔的 家庭主妇 有没有 他用的是不完美的蔬菜来制作蜡笔 这里是限定用法 限定用法 不会有逗号 而且一定要有 才能够解释这个不清楚的先行词 好这个概念大家要有 好再来我们往下看 最后 This way 这样一来 这个妈妈很清楚的知道 水果跟蔬菜是很好的东西 怎么能够因为丑就丢掉呢 所以如此一来这个妈妈很棒 This way 这个This way是如此一来 如此一来都好 这些能够 edible 什么是edible 可以吃的 这些可以吃的crayon 这些可以吃的蜡笔 就非常的安全 for children 让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 能够to use 能够去使用 所以你看 小小朋友不是那种三岁以前的都会随便抓东西来吃吗 他们可能会吃石头啊 吃任何的纸啊 看到东西都拿来吃 所以如果把这些不想要 长得丑的蔬菜水果拿来做蜡笔 它就是一个可以使用的edible crayon 这个可食用的蜡笔 就算被小朋友吃了 也是很safe很安全 对小朋友而言 to use 来使用 这个edible 可吃的 可食用的 好 再来第四段呢 后来这个我们的Chris就继续的做研究 做搜寻 在他的什么什么期间 各位帮我把这个during画起来 during这个字是介细词 他是介细词翻译成在什么的期间 在什么期间 所以在他的搜寻期间during his search 在他的搜寻网路上资讯的期间 他这边翻成在他的搜索过程中也可以 在什么过程中在什么的期间 所以during his search 在他的搜索过程中 克里斯也also found 他也发现到了 that后面加紫句 这个紫句在这边 that many celebrities support this kind of activity 他也发现到了一个事实 发现呢其实可以换成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单字 叫discovered 各位没有发现 可以互换对不对 discovered 字尾加ed 表示过去式 因为这里用found 他用过去式 好所以呢 克里斯 他也就 他就found的 discovered 他就found that 他发现到了一个事实 原来其实世界上有许多的 celebrity 什么叫 celebrity 去y加上is 是复数 去y加上is 是复数 表示有很多的 有名的人 许多的名人 有名的人 他们都support 他们都支持 this kind of activity 他们都支持这样的一个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是活动 他们都支持这样的一场活动 好所以 during the search during the search 在他的整个搜寻当中 他也发现到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普通人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克里斯 也 also discovered that also find out that many celebrities support the kind of activity 很多人都支持这样的种类的运动 举例来说要举例嘛 对不对 full instant full example 来这个full instant 放句手打斗号 for example 例如 James Oliver 这个电视主厨 James Oliver James Oliver 他是个很清楚的先行词 来 这个先行词 老师写一下 先行词 这个James Oliver 是走在前面的 这个红色的 James Oliver 叫做先行词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是个名人 所以呢这个先行词 够不够清楚呢 非常清楚 其实大家只要听到他的名字 就知道他 他是网路上啊 流量非常曝光高的一个厨师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他 既然都知道 所以呢你的关系子句就要怎么样 加上非限定就好 既然你的先行词已经超级清楚了 大家都知道他 James Oliver 就是那个厨师啊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的关系子句用的是 是非限定有看到吗 是有逗号的哦 是有这种非限定 不用特定 不用特别去限制他 非限定的 Who is a well-known shave on TV 他是一个超级有名 well-known 很知名的一个 shave 大家都知道他是主厨啊 on TV 在电视上 有逗号哦 关系子句是非限定的 有逗号 这个关系子句 蓝色现在刮舞起来这关系子句 可有可无 为什么可有可无 因为这个 James Oliver 已经 够清楚 因为这个 James Oliver 已经超清楚 所以关系子句才会变成 可有可无就好 有逗号就表示可以整句放进去 我也可以把这整个 粉红色的句子都拿掉 也不会影响这个句子 让读者搞不清楚 他是读者听得清楚的 因为James Oliver 够清楚 所以关系子句要有逗号 叫做非限定 好 所以这个 James Oliver 他是谁 补充说明 他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电视上的这个shave 这个James Oliver 他已经 Done much 他已经做了 许多 事情 to prevent 来 prevent 叫 预防 他来预防这种 food wast 食物 浪费 好那我要讲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 这个句子的主词是 James Oliver 主词 然后动词是 has done has done 是已经做 这么多 要to prevent 是为了预防 食物浪费这件事 所以主词是 Jan Oliver 他已经够清楚了 然后呢 因为Jan Oliver 是第三人称 单数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助动词 这个助动词 叫已经 这个助动词 也用单数 因为 James Oliver 是主词是单数一个人 所以助动使用单数 所以这个 James Oliver 他已经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是为了to prevent 预防 食物浪费 好所以这个句子 除了要让你知道 非限定用法 各位留意 有个非限定用法 有逗号 这种补充说明的 关系子句 原因是因为 James Oliver 够清楚 关系子句的 非限定用法 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 He 这个James Oliver 他继续讲 这个主厨呢 他不但encourages but also educates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动词 主词是 James Oliver 动词是encourages 动词一 and educates 他动词二 各位可以看到 主词是 主词是单数 所以动词也用单数 动词也用单数 这里有一个不但怎么样 而且 这个对等连接词在第一课也有学到 不但a 而且 baloso 而且b 各位看到那时候我们有说 不但a而且b这个片语 not only a baloso b 他的a跟b 的词性要是同样的 词性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后面都加动词 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not only 后面加的是动词 encourage 鼓励 baloso后面也是加动词 aducate 鼓励 所以这个not only a baloso b 他们后面都是加同样的词性 都是动词 这样就是符合文法了 所以我们的James Oliver not only encourages 他不但去鼓励了 supermarket 他主动去用他的名人的头衔 去鼓励超市们 to sell 去贩售这些 all the shape 什么叫all the shape 这个字呢 可以当作 片语来背 把他灰色起来 all the shape 就是 奇形怪状的 奇形 怪状 他是形容词 这个all的是奇怪的 shape 是形状 两个字合在一起变成了 all the shape 就是奇形怪状 形容词 all the shape 所以他 不但呢鼓励超市真的要去卖 要去卖这些奇形怪状的蔬菜 baloso 而且希望能够educate 能够真的去教育到我们的一般民众 有关 about the value of food 要让民众知道 食物的真正的争议 the value of food 就是食物的 价值 食物的价值 不在于他的丑 还是他的眉 跟他的外表 无关 食物的真正价值 就在他的营养 他切开 能够提供的那个营养 所以食物 当你真的知道食物的价值之后 我们去educate 教育人民有关这个食物价值的概念之后 其实大家就愿意去拿 就算长得丑也会愿意去拿 所以教育某人有关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要educate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educate someone 教育某人有关什么 教育某人有关什么 然后食物的价值 叫value of food 好此外呢 此外他还做什么呢 此外叫in addition 此外还有谁 第2个名人 第1个名人叫 Jan Oliver 第2个名人就是我们的 KD 我们的篮球选手 KD Kevin Durand 好 Kevin Durand It's the famous basketball player Kevin Durand 大家做词很长 我们的KD 这个知名的篮球选手 KD呢 他也also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片语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当你拿某样东西很seriously 很严肃的看待 这叫做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认真严肃看待某事 所以我们的KD呢 这个篮球选手 KD 他也takes ugly food 他把丑陋食物这个议题 也很严肃的看待哦 好 所以这里有个片语 叫做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个片语很重要 画起来 严肃看待 认真看待某事 好 此外呢 in addition 此外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 高一的时候 写过好多次 此外有好多用法 in addition你还可以换成 what is more 你可以换成besides 你可以换成furthermore 你可以换成more over 这几个字 这四个字都等同于inadditional 都可以互换 非常的好 好 再来我们继续往下 he has invested 这个he是指KD 我们的Kevin Durant KD呢 他呢 已经 投资了许多的钱 在一间公司 那这间公司怎么样 that sells imperfect fruits and vegetable 他投资了食物在这个 他投资了钱在一间公司上 然后这间公司是专门卖一些不完美的水果 跟不完美的蔬菜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来 又是我们的关系子句 各位可以先看到主词是he 然后呢 has PP 助动词加上PP 这叫做现在完成式 好 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 动词 现在 完成式 翻译成他已经做了什么 好 所以呢我们的KD他已经投资 投资叫invested 投资叫invested 他已经投资了许多的钱 在一间公司上 各位 只看到这个公司你会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一个清楚的先行词吗 不是哦 这个公司 这个先行词 一点都不清楚 这个先行词 不清楚 大家根本搞不清楚吗 好 各位帮我写一下 他是不清楚的哦 当你的先行词不清楚的时候就怎么办 你的关系子句 你的关系子句就要用什么 要用限定用法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这个关系子句 用这个关系子句来限制他 让他讲得够清楚到底是什么公司 好 用限定用法来 由后往前修饰这个不清楚的公司 所以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逗号 没有逗号 没有逗号就是限制了 所以是不可以省略掉的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句子 KD呢 他已经 invested 他已经投资了 许多的钱 在一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公司 然后透过后面这个关系子句来限定他 限制他 这间公司呢 他专门在sales 专门在销售 imperfect 不完美的 蔬菜水果上 好 所以你看 这个粉红色的会当行农次来翻 他投资了一家 贩售不完美蔬果的 这个贩售不完美蔬果的 就是关系子句 他当行农次来修饰这个不清楚的公司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debt 他是怎样 他是个限定用法 他是限定用法 好 所以很显然的 clearly 很清楚的 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 很关心这件事 显然的 这个字是副词 很重要 这个副词 副词可以当作句子的 起承转合 这个老师观念讲了没有 非常多次 显然的 清楚的 这个副词 好 所以来看一下用法 来 清楚的 你可以用clearly 明白的 你也可以换成另外单词obviously 清楚的 apparently 第一课学到的 还有第一课的片语 without doubt without adopt 这些都可以互换 好 所以来请你帮我把它画起来 这个是你要写在课本上的哦 清楚的 令人感到明显的 显而易见的 这几个请你帮我画起来 clearly clearly 它是个重要的副词哦 clearly你可以换成obviously 明显的 apparently 显著的 without a doubt 毫无疑问的 这个without without 或without 都是毫无疑问 所以显然毫无疑问 这些人不管是 Kady 或者是我们的 James Oliver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Chris 他们都怎么样 他们都很 care about 他们都很 在乎 关心 在乎关心叫care about 他们都很关心这个 the issue of 什么叫the issue of 翻译成什么的议题 issue 叫做议题 所以the issue of something 就会翻译成什么什么的 议题 the issue of ugly food 所以很显然 其实很多人是在乎这个 丑陋食物的 issue 议题 好所以care about 在乎关心 好啦 所以呢by making good use of this bad looking foods we can solve the food waste problem fight against hunger and assist many people in need 所以各位 就是要正视他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 办法解决这些 不好看的食物 把它用在对的地方 藉由 making use of 什么叫 make good use of make good use of 叫做善加利用 很重要的片语哦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by by 这个by 它是界隙词 所以它会影响后面这个动词 要ing 再来这里的片语 making good use of make good use of 叫做善加利用 所以借由 make good use of 好好的使用 好好的善加利用 这些bad looking 什么叫bad looking bad looking 就是长相难看的 难看的 叫做bad looking looking bad looking 长相难看的食物 we can stop 我们就可以 第1个 我们可以解决食物的浪费 食物浪费叫food waste food waste problem 我们就可以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 而且我们还可以fight 我们还可以打斗 fight against 什么叫fight against 我们可以对抗 对抗叫fight against no hunger 我们可以对抗 hunger hunger是饥饿 and assist 我们还能够协助 这个是协助的意思 我们还可以协助 many people in need 我们还可以帮助协助到许多人 他们是in need 他们是有需求的 有帮 需要帮忙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漂亮的动词 solve 第1个 solve 第2个 fight against 对抗 and assist 协助 你们看到三个动词 动词1 动词2 fly again 动词3 and assist 这个we 我们可以同时做到这三件事 只要能够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beta looking food 只要愿意善加利用 好好正视这些 长得不好看的食物 我们愿意用它好用它 那其实我们可以同时 处理三件事 we can solve the food waste problem 我们可以解决 全球食物不均 食物浪费的问题 还可以同时让 没有吃饱的人 能够对抗那些hunger 能够对抗世界另外一端 吃不饱的人的遇到的hunger 肌肉问题 还可以去 assist 协助到社会上 许多people in need 什么是in need 有需要的 需要帮忙的 叫做in need 所以可以用这三个动词 用这同时三个动作 用这三个动作 soul fight again assist 这三个动作 来一起表达 他可以同时做到的事 好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 最后 eventually eventually 最后呢 最后 eventually 你也可以换成最简单的字 我们学过的 叫finally finally 这就是最后了 还要做一个最后的结尾 finally eventually 最后 克里斯在经过了自己 发现了问题 去网路上search for 找寻答案 在更进一步的feller research 去做研究 他决定了一件事情 Chris decide that 他决定了一件事情 He should treasure 他应该自己本身就先开始做 以自己为当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应该要去珍惜 treasure 这个字很重要 各位帮我把这个treasure写上中文 这个字当做动词叫珍惜 当名词是保障 很美的那个 大家去挖那个保障 对保障很珍贵啊 所以我们要当做动词就珍惜哦 所以eventually finally Chris decide that he should treasure the bag of the ugly food and the vegetable 所以最后呢 他决定 他自己就要由自己自身做起 他决定要应该珍惜这一代 the bag of 各位可以帮我把这个the bag of 画起来 the bag of something 你翻译成这一代什么的 这个片语 the bag of something the bag of ugly fruits and the vegetable 他自己就要自己 本身就要做到珍惜这一代的丑陋水果跟蔬菜 就算他丑他也要珍惜它 吃它 所以最后他自己的态度也改变了 一开始他看到是觉得恶心不敢吃 但又不舍不得丢 但看完之后才发现其实他是可以吃的 他一样的美味 不会因为他的丑陋外表然后就不好吃 所以他最后你看他的态度是决定改变 Decide 他也决定要treasure 他要吃它珍惜它 毕竟呢 对食物是不能开玩笑的 毕竟也是一定会烤的 After all 叫做毕竟 毕竟呢 Food 食物呢 That is not attractive 那些食物不是很 attractive 不吸引人的那些食物 Still taste 仍然品尝起来 是Delicious 一样 美味 好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这个food 他是我的先行词 来各位看一下 这个先行词啊 请问一下 只有看到食物你会知道这先行词在讲什么吗 不知道对不对 好所以各位 当你发现 这个先行词一点都不够明确不清楚的时候 你的关系子句就要用限制的用法 要限制住他哦 一定要用他来限定这一个先行词 这叫做限定用法 限定用法的特色就是 这里不会有兜号 这里不会有兜号 这个绿色的关系子句是不能省略的 他一定要有 所以叫做限定用法 他会被翻形容词 所以我们会先翻 That is not attractive That is not attractive 就是那些一点都不 attractive 不吸引人的 那些不吸引人的 食物 这样来修饰他 这些不吸引人的食物 其实他 Still 仍然 Test 品尝起来 各位这个品尝起来 叫做 连缀动词 又叫 五起动词 品尝起来 五个起来的动词 这些五个起来动词 都是连缀动词 所以后面会加 形容词 Delicious 美味的 好所以再看一下这个句子 毕竟呢 食物是不能开玩笑的 毕竟呢 食物就算他 Not attractive 就算他看起来不吸引人 长得很丑 他也仍然 Test 尝起来 美味 所以千万不要浪费你手上的任何资源 一定要 Tragured 要珍惜他 好 这是我们这一课的 Ugly food 这些 NG蔬果 其实有些人会说这首就是 NG蔬果 NG蔬果如果很多就是浪费啊 我们要去减少这些长得不好看的食物浪费 我们有这种丑食物的大翻身的团队 大家会去募资 然后再把它呢 卖出去 或者是把它煮成美味的食物 像台中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餐厅 这个餐厅是七洗厨房 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 它就是一个lif over餐厅 那是一个盛食餐厅 它重新煮过之后 一样美味 但用很便宜的价格 卖出去 那让你用很便宜的 几块钱铜板 就一样能够享受到健康的美味 所以世界各地都一直有人去在努力的 减少这样的 Ugly food Food Wast 食物浪费 那我们接下来